在心殿壁壇踩著天鵝船好浪漫 但幾年前曾發生一起孕婦落水意外 圓景草草的結案 直到一年多後 傳出有白玉女子早上的承辦警方伸冤 成了現代版苗寨嗎 湖宮美景的心殿壁壇 是情侶約會的地方 但也時常傳出落水的意外 一夢當時是在睡覺的時候 她把我押心了 押心了疑惑 我跟她問她嘛 你究竟是誰 她跟我說 她的朋友有叫她滑外 她沒有叫她給她推下去 她沒有這樣講 她說她是要我滑外 我到她去的時候是懷音下去的 托夢深淵 你相信嗎 像阿牧是不敢不相信 因為在這裡經營划船生意的阿牧 是在一次意外當中 救起溺水遊客之後 接著許多不可思議的怪事 開始跟著她 我老媽在生病 她說如果她做乾淨的話 她應該她是奶奶嘛 她應該是無辜的 不能給她生病 然後我叫我拿一點水給她喝 喝完以後 奶奶就會好 我就趕到她意思下來做 阿牧總會在深夜裡 一個人準備一大箱的褲錢 燒給這位不曾相識的有緣女子 她說王一平 讓我去找這裡的船棟 好幾個船棟去問 就像有沒有這回事 有一個女孩子 身穿什麼衣服 然後我下去死的時候 是怎麼樣 什麼時間 我只是給她的地點 是不是在那邊 她說對在那邊 儘管當初警方曾經懷疑過 這個女孩死因不單純 但是沒有直接證據下 只好以落水意外牽結 雖然也有點讓人想不透 這亡魂託夢是真是假 但更不可思議的是 當年承辦的員警 也過得並不平靜 阿牧獎的還有 包括什麼通靈的大師老師 講得都滿溫和的來 當事情發生以後 我們家好像也不太好 因為也是有人住院 究竟是謀殺還是意外 都該給亡者一個公道 警方重新偵辦 再一次找來當初跟女子 一起同遊的男子訓問 或許是女子 一失兩命的沉重冤屈 又或許透過這民兵中的力量 讓這名男子 不得不扶手認罪 這種宛如古代包青天 鬼魂現身託夢 含淚深淵的說法 實在很難令人置信 但也只能說 壞事不要做 死於非命的亡魂 終有得雪一天